本章主要讲解是多变量的衡量尺度 讲到多变量衡量尺度 基本上来讲就有分四种 那这四个分别是由深到浅 所谓由深到浅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种就是说所谓的名义尺度 名义尺度的意思像男女 它本身并没有分出优劣的 没有分出一种顺序的部分 叫名义尺度 那通常来讲我们今天讲的是统一性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它是男的 然后它基本上它就不会是女的 那讲女的就不会是男的 它只要能满足这样的要件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个等号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是顺位的话就会有大小 像喜欢不喜欢或非常喜欢或非常不喜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们排出一个顺位 它就有大小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有符号 那这种尺度就所谓的顺序尺度 那顺序尺度基本上来讲 它每一个顺序之间 它其实我们并不要求它有等间隔 等间隔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假设比例来讲 如果我们讲非常不喜欢跟喜欢之间 这样我们讲非常喜欢跟喜欢之间 是不是会等于说喜欢跟不喜欢之间 这中间是间隔是不等句的 那在这种说法的时候 我们讲就是顺序尺度 我们只能概略讲出 喜欢非常喜欢喜欢 那没有意见 然后再来我们先举个例子 就是不喜欢跟非常不喜欢 像这样的话是顺序尺度 那间隔尺度 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它本身是每一个间隔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 像三公分减掉两公分 是不是像一公分 它是不是等于五公分减掉四公分 那这东西它本身的间隔尺度是类似的 那我们就是说它是可以加减的部分 我们讲等位 那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绝对零点 就是说举个例子 像零公分 零长度 或者我们今天讲零公克 这个零就是代表没有重量 或者没有长度 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绝对尺度 它本身具有零的定义 所以我们在研究多边上尺度的时候 要知道这四个尺度观点 那前两个 前两个我们今天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名义尺度跟顺位尺度 这两个部分的话 它基本上来讲 我们叫做质量变数 就是说我们今天描述的是一个 一个类似品质的想法 然后这后面的话 我们今天讲的间隔尺度跟比例尺度 我们讲的是一种数量尺度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研 就是计值跟计量 这尺度的时候在做分别 那从此之后 我讲到这所谓的数据尺度 其实跟你的问卷是有很大关系 跟你后头的研究也是有很大关系 那这东西就讲到之前的恩师 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 叫做钟文贤老师 他当初在教多边量的时候 其实我多边量的时候 我上过很多老师的课 有很多老师教我的话 就会教我怎么解数学 解矩阵 解微积分 类似 这是一派 那另外一派的话 就专门从工具面上去讲 可能教你SPSS 教你SARS 纯粹就教了一个软体 只有他在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教会我这么多东西 包括第一个 怎么样软体操作 他多边量的概念 他图形 跟他应用领域 跟他多种实力 还有最主要他跟我讲的一些 所谓陷阱差异的问题 举个例子 假设你现在做双因子变异书分析 那双因子变异书分析 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一定是整个模式可以过 然后再来我们会在 第二个部研究 要研究 研究这两个变数之间 是不是有交叉效果 如果今天这两个变数之间 是有交叉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发现 这个职业本身 它是一种影响 男女它是一种影响 可是突然我们发现说 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某一个特定职业 而且是特定女性的时候 会产生这样一种转变 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去研究个别效果 也就是说 既然我们可以更深的探讨 我们就不会去做浮面的探讨 那像这些所谓的陷阱 跟所谓的差别 跟模式之间的比较 其实我是透过上 周文贤老师的课 还有不断的看他的书 然后才有较深刻的体会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